全台规模最大的二级污水处理厂 台北市第一化污水处理厂 限缩了投放的时间 以及外线市的水肥进场 引发了桃园业者的反弹 甚至集结抗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 说需要中央来出面协调 桃园市政府新闻处长詹赫顺辉说 不需要什么事情都找中央 柯文哲上午受访的时候说 本来想回对方一句 那没问题啊 找里长跟他谈一下水肥之战 似乎已出几发 车牌扫描过磅 连车带肥 重达四千多公斤的水肥车 开进处理厂 铁门立刻拉下 就怕异味飘散 全台规模最大的二级污水处理厂 台北市敌化污水处理厂 现在外线市水肥止步 我们受市议会的要求 跟民众承抗的因素 所以我们是没有收手 台北市唯一的水肥投注站 是服务台北市民 居民甚至拉起白布条抗议 北市府赶紧回应地方要求 只有改进我们那个投肥的时间 从原来的夜间也可以投 改成只有白天九点到下午的六点 但这么做 却被视为拒收外线市水肥 桃园等地水肥业者 更集结抗议 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 需要中央出面协调 却被桃园市政府新闻处长 詹赫顺反呛 不需要什么事都找中央 老实讲 我本来要回他一句说 那没问题 我找我们的里长跟他谈 不过 柯文哲和桃园市长郑文灿 下个礼拜就要同台 就别麻烦里长 两位大当家 何不当面谈谈 华市新闻张知晴 黄昭盛台北报道